安省由4月開始有超過100架豐田汽車被人偷走 安全專家發現汽車的防盜系統出現漏洞 令到偷車拆油機可成 劉蕭論報導 安省在今年4月至今發生過百宗汽車被盜取案件 全部都是豐田和旗下豪華品牌凌智的型號 大部分發生在鄂泰華、Paterwawa和Castleman地區 安全專家發現有組織犯罪分子 獲取一種價值200元的電子裝置 將屋內車主遙控車時的訊號加強 以開動屋外面汽車的引擎 開鎖後直接開走車 受害車主都對此感到驚訝 受影響的型號包括豐田FORRUNNERS、HIGHLANDERS、TACOMA以及零置多款的SUV 被偷車輛匯報價值至少6萬元 據報是被賣去非洲和中東地區 有少部分被警方和海關在一些貨櫃箱中找回 豐田發言人回應事件表示車主應該購買額外防盜、警鐘、 車鎖等來防止汽車被偷 並提醒車主不要將車時放在門口 另外加拿大保險局公布數據 2018年最多被偷的車型號是02-07年的福特F350 Pickup小型貨車 還有2018年凌智的豪華多用途SUV RX350 以及1998年本田Civic SI Coupe跑車 也罰了